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王本座还担心你的安危四处找你 你却在这里偷偷见长恒 长恒 长恒仙君不是在水云天吗 你认错人了吧 你还在骗我 你真当本座是三岁孩童 任凭你这些小把戏余弄 那日在飞仙阁本座已经发现 长衡也在此历劫 你所作所说 庄庄渐渐 都是在替长衡遮掩 即便如此 你说本座送你的古兰是无价之宝 本座也宁可信了 可你却 是 我是骗你了 那你呢 你来陆城究竟是为了什么 说是来陪我散心 其实你是来取仙战神的元神 对不对 你是如何得知的 杰黎告诉你的 他什么都没有说 是我自己跟俊命格式猜到的 好一个聪慧的私命守徒 既然你这么会猜 那长衡历劫之事 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 好 很好 难怪你要私自追来陆城 还口口声声称陪本座散心 原来是早有文化 我没有 我也是刚知道的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本座现在就去杀了长衡 替我苍衍海出一大混 不行 你不能杀他 长衡仙君就是萧郎 你说什么 萧家二郎萧润 与谢婉卿先有指父为婚 后有重金求取 今夜 又都出现在飞仙阁定然不会出错 你若一时冲动杀了他 谢婉卿的命运 也会随之偏移的 原来是因为你 什么因为我 若如你所说 长衡便是诗中的萧郎 那他没有如期出现在飞仙阁 便是因为方才 与你拉拉扯扯耽误时间 改变了命运 若不是本座拦下谢婉卿 他现在已经命丧黄泉了 什么 你去拦下了谢婉卿 你干嘛多管闲事 这不是他命里该发生的事 本座若不拦他 他就此身亡 岂不是更无转换余地 完了完了 命定之时已经完全错过了 他们二人本该今夜定情 却始终都没有相遇 若是命运没有按照命格势力发生 他们二人便会双双历劫失败 原神尽丧 灰飞烟灭 韭菜啊 一会儿就上 请 左边 右边 孙上招待萧二郎 右边 小兰花招待谢婉卿 至于中间之间嘛 就由我 杰梨来坐镇 杰梨 怎么办 昨天晚上背的词 我都已经忘光了 你再教教我吧 本座一见到萧润就忘了我 你的计划毛毛躁躁的 能不能行 只要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一定没问题 来了 晚七娘子来了 晚七娘子来了 两花娘子 这酒楼虽自称陆成一等一的酒家 可私酿却未必由我这儿带得好 我带了些私酿 你待会儿尝尝 你自去逛你的吧 两个时辰之后再来接我 是 走吧 难不成又去逗曲曲了 玩物丧志 竟无事 回头本座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孙上这语气 所以 好像真的跟他成了兄弟一样 东方兄 东方兄 久等了 是不是又去斗曲曲赌钱了 误会了 斗曲曲这等美事 我怎么会独去 定会叫上东方兄 一起去 你 新日迟到是因为 我苦思良久 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 什么决定 一个能影响我终身幸福的决定 屋里说 走走走 走了走了 菜起了 慢用 来 东方兄 快说 什么决定 不瞒东方兄 这几日 我心中 总是挂念着一位家人 他气质高级秀雅 宛如世外仙子 我总觉得 我和他 有素食的姻缘 因此我决定 此生非他不娶 他说的 难道就是谢晚清 东方兄 难道你也觉得 我太过于貌事莽撞了 不不不 人生百年 疏而而过 当然是要纵情纵性才对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放手去揍 我都支持你 果然没错 还是东方兄就懂我 月狼 灯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了 你看了就知道 走 那人三斤半夜鬼鬼祟祟 接近娘子 就算那个人是存在的 也不是什么好人 娘子小心被她骗了 兰花娘子 你能不能帮帮我 娘子莫怪 我只是担忧娘子 你不必担心 她若真是歹人 知道了也好 我趁早死了这颗心 我趁早死了这颗心 可若是真有这段缘 错过了 才会爆汗终生 兰花娘子 你能不能帮帮我 打木头 你干的好事 这 这 这不是 是 兰花仙子吗 进一进 进一进 听我说 这画中女子 就是我萧润 此生认定的良人 我的天哪 你真累死我了 你知道吗 这萧润可真是个人物 他在全城贴了五百张女的画像 整整五 画像啊 我跟上去 还有那个树桶驱水 撕了整整两个时辰 腿都跑细了 我说什么 我看得不成事啊 我没想到 让你做什么事啊 我看要是 我看你做什么事啊 你可不得了 就是我 你这真是 你这真是 人家相会 让人家对你一见钟情痴心不改 话中仙此话 本做可不敢当 梦中人又何必过谦呢 好事多磨嘛 你们也别太着急了 快劝劝尊上 这时候你就想起指使我了 你今日指使那个驱水跑前跑后 对他眉开眼笑的 不是很来劲吗 我说你怎么也阴阳怪气起来了 我就是不懂了 为什么你对那个驱水就这么有兴趣 因为他蠢得有趣嘛 跟他主子一样就是个呆头鹅 可是你平日总说我是三界第一蠢人 论蠢 难道他蠢得过我吗 我说蠢黑龙 你要学尊上真个三界第一 你也学点好的行不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别吵了 别吵了 算了 说正经的 接力都已经折腾一天了 他们两个到现在连面都没有见上 该怎么办啊 我 你还指望他 算了 依我看 倒不如我直接去找蕭瑞 当面与他说清楚 让他死心 当面与他说清楚 他现在本就满心满眼都是你 现在再让你们见面 恐怕我们明日就要喝你们洗酒了吧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来说 该怎么办 有了 小的话呢 你去见蕭润 可以 但不能这么见 好啊 完美 蕭润要是看到他心中的仙子是这般模样 定能死心 来 看看 会不会有点太 不行 不够丑 本座亲自来 月曾大人 不必了吧 不可以 既然是为了让蕭润死心 自然是越丑越好 这个场合 现在变成了凡人 居然还能看上你 这个姿色平平的小丫头 好 好 好 尊上真是丹青妙手 要是蕭润看现在的小兰花一眼 回家肯定做噩梦 本座说的可都记好了 要多粗鲁有多粗鲁 要多低俗有多低俗 今日见完蕭润之后 一定要保证他对我的好感荡然无存 你急什么 往日懒惰磨蹭 早起半课都不愿 现在去见蕭润倒是挺积极的 我这不是希望他能早点顺利利劫吗 岳尊大人 你看我的牺牲度已经这么大了 你还不相信我对蕭润没有半分四心啊 那也不急 等过了五十再去 让那个蕭润白等半天 他对你的印象一定更差 那好吧 都听你懂 你记住啊 说话的时候 离他远一点 不可盯着他看 不可对他笑 更不可去人少的地方 岳尊大人 岳尊大人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怎么这么洛璃八素瞻前顾后 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吗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走了 等等 好 这是什么 吃的 我走了